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宝州城上等待杨四与石浦 但是迟迟不见二将返回 一直到晚上 仍然不见二将的踪影 田绍兵告之左右 说杨四与石浦可能已经战败了 我们得去持援 田绍兵率军出城寻找二将 果然 杨四与石浦的军队被辽军围困在河边进退两难 田绍兵命令宋军渡河 对辽军发起攻击 杨四与石浦看到有援军在攻击辽军 于是也同时发起猛攻 辽军见形势不力 立即开始撤退 宋军成势追杀 斩首两千 缴获战马五百 随后不久 辽军大军再次南下 止进不退 辽军在河北腹地快速激动 转战游走 辽军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路 东陆军由萧太后统领 由岁城向银州方向攻略 西陆军由辽顺宗亲自统领 沿着岁城 定州大明的方向一路南下 从九月到十二月 辽军相继攻打岁城 定州等城池 但是都被宋军击退 宋辽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宋军无法退离 辽军也无法攻破宋军的奸程 当时 傅前担任郑州 定州 高阳关 新营都不属 是河北方面的最高主帅 他统领八万不齐主力 吞兵定州 在咸平二年秋冬的这几个月 他并没有投入战斗 一直必成坚守 而河北前线的其他城市据点 也都处于被动防守状态 河北转运使培庄多次上筑弹劾傅前 说他丧失战机 没有用兵的谋略 但是说明是王显与傅前多有勾结 王显故意隐瞒裴装的住折不报 包庇傅前 由于河北的战事没有什么进展 辽军也没有退兵的意思 宋真宗在十一月正式发布亲征照例 决定御驾亲征 宋真宗在十二月初五从开封出发 十天之后到达大明府 宋真宗的亲征队伍驻扎在华北大平原上 东西延绵树实力 队伍严整 荆棘满野 辽慎宗统领的西洛军得知了宋真宗的亲征队伍抵达前线 便主动避开宋军锋芒 掉头攻打冀州 但是没能攻下 便北上准备与萧太后的大军会合 宋真宗寻找辽军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 真宗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群臣都将此战不胜归罪到傅前的屠杀 有人建议先斩杀傅前 以阵军阀 然后提拔杨延昭 杨四等人 统兵再战 然而这样的赏罚之策并没有得到实施 当时形势危急 时间紧迫 并且就在当月 辽军已经将宋军的战线实施分割 郑州 定州 高阳关之间的道路不通 通信断绝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定州 行营都部署 范廷赵等人 多次催促傅前出师迎战 傅前不许 范廷赵非常愤怒 当众指责傅前 说他怒弱的连个老妈子都不如 傅前无言以对 最终傅前迫不得已 分兵一万交给范廷赵 让他前往高阳关 银州一带攻击辽军 同时傅前也许诺会出兵援助 范廷赵的这一万军队中 骑兵有八千 步兵有两千 范廷赵领命之后 立即发兵出战 当时宋真宗已经从大明派出大军前往定州 准备与傅前合兵出击 闲平三年正月初 辽军主力到达盈州一带 范廷赵步阵引敌 辽朝梁王耶利隆沁对范廷赵的军队连续发起猛攻 范廷赵请求高阳关出兵援助 高阳关东部署康宝义立即率兵持援 正月初四傍晚十分 康宝义到达盈州西南的培村 当时天快黑了 于是范廷赵与康宝的约定 等第二天天亮就合兵出击 就在当天晚上 辽军对范廷赵发起攻击 范廷赵的后军一片慌乱 惨败不敌 范廷赵便率领部队连夜撤走 第二天早上 康宝义发现 有军已经不知去向 辽军很快将康宝义的军队团团包围 康宝义率领士卒立战 却无法偷围 最后兵尽史穷 全军覆没 辽军活多了康宝义 当时河北的宋军主力在哪儿呢 对 还在定州 当时宋真宗派遣数万先锋 已经与傅贤会合 然而傅贤手握十几万大军 在定州暗兵不斗 傅贤心里在想什么呢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傅贤当时是这么对部下说的 他说 敌事若此 始无语之绝 是错无锐气而 大体意思就是 敌人现在士气强盛 我们要暂避锋芒 银州直败 很多评论认为 是由于前方主帅父前魏诺无方略所造成的失败 辽军获胜之后 见好就收 立即撤退 辽军此次南下作战 并未寻找宋军主力决战 我们不难看出 这是辽朝趁着宋真宗即位不久 对宋朝发起的一次试探性进攻 宋辽在东部大战的同时 西部李继谦配合辽朝也开始大肆攻略 在咸平三年二月 李继谦派遣三千骑兵屯铸消关 当年九月 李继谦再次截获宋朝送往灵州的粮草 转运使陈伟被杀 李继谦占据灵州川 恶守汉海 李继谦在这里重新制定了战略方针 这便是西略吐蕃剑马 北收回湖瑞兵 然后长驱南木 李继谦的战略制定完毕 开始投谋灵州 此时灵州几乎被党项势力隔断 处境非常艰难 当年11月 辽朝授予李继谦的长子李德明为朔方节路使 督促李继谦攻打灵州 咸平四年 辽朝再次筹备南下攻送 在当年6月 辽朝让李继谦率先从西面攻略宋朝 李继谦连续攻打宋朝的环州 沁州等地 辽朝想要借此分散宋朝的兵力和对辽朝的注意力 7月 宋朝的边境赤喉发现了辽朝有大局南下的迹象 于是边境降临激州朝廷 宋庭立即开始备战 任命王显为郑州 定州 高阳关 三路都部署 是河北前线的最高主帅 有命令王超为副都部署 王汉忠为高阳关都部署 除此之外 还任命了20多位前线将领 宋军在河北积极备战 然而辽军却一直按兵不动 反而在西北的李继谦一直在攻打北宋城池 当年8月 李继谦集结5万骑兵进攻临州 临州城池坚固 李继谦无法攻下 于是就开始劫掠朔方的其他地方 一举攻取了晋州 定州等地 临州成为一座孤城 之后李继谦调兵南下 在贤平4年9月初期攻陷清远军 之后李继谦屯兵及时和 这时的临州已经被党向势力重重包围 如果要救援临州 必须与李继谦决战 李继谦的精锐骑兵战力强悍 至少有5万之重 数量众多 而当时宋辽河北前线的大战移除即发 宋朝十几万主力屯住河北边境 防范辽军入侵 对于宋朝来说 临州已经无暇顾忌了 就在当月 河北前线的宋军赤猴发现 辽军的主力仍然在探山一带修整 看不出有颇切南下的举动 为了节省粮草 宋军把十几万步兵主力从宝珠前线调回郑州定州一带 同时将前锋前侠张宁调派到西北池源邻州 宋军的步兵主力虽然撤回 但是机动性强的骑兵依然留在宋辽边境前线 其中张宾的万语骑兵驻防长城口 魏能 李继轩 秦汉 杨延昭 杨延昭 杨四等人 驻扎在碎城 安肃一带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骑兵部队 宋军将领张宾和魏能 这两个前阵前侠 每人统兵一到两万 李继轩 秦汉 杨延昭 杨延昭 杨四等人 作为前锋前侠 这五个前锋前侠 每人统领精锐骑兵三千 所以两个前阵前侠和五个前锋前侠 这七位将领统领的骑兵部队总数 大约有三到四万 这些骑兵数量不多 但是都是宋军的骑兵精锐 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贤平四年十月 辽胜中亲征南下 总兵力超过十五万 这支大军沿着河北西侧 益州长城口一线南下 目标直指碎城 企图摧毁宋朝太行山东路的防线 十月十六日 辽胜中的老弟梁王耶律隆庆 统领五到六万的骑兵部队为先锋 陆续到达长城口 与宋朝的北面前阵前侠张兵相遇 宋辽骑兵大战就此爆发 当时辽军南下的速度非常之快 宋朝河北方面的高级将领 王显 王超 王继中等人 一击十几万主力 还远在郑州 定州一带 河北的主力根本就来不及调度 此时在前线的宋军 以骑兵为主 数量和辽军的前锋相比 自然不能算多 但是这些集中起来的四万左右的骑兵 都是宋朝最精锐的王牌部队 张兵的万鱼骑兵和耶律隆庆在长城口交战 驻守边境的宋军骑兵各部 也都开始向碎城靠拢 由于当时天气不好 一直下雨 辽军弓箭的弓弦是由皮革制成 被雨水淋炮之后 杀伤力大大减弱 张兵抓住这个机会 猛攻辽军 耶律隆庆统领的辽军骑兵前锋被张兵一举击败 张兵乘胜追杀 一直追到宋辽边境 当时辽军伏兵四起 张兵的兵力不足 又是孤军深入 因此不敢恋战 只得撤退返回碎城 当时宋军边境的戈部骑兵部队正在向碎城集结 张兵的这次长城口阻击战是一次独立的战斗 张兵的阻击战效果很好 但是损失比较大 张兵完成第一阶段的阻击之后 便退出战斗序列进行修整 这时宋军边境戈部骑兵也全部都在碎城集结完毕 并且宋军得知了辽军前锋耶律隆庆的大军并没有撤退的意思 辽军南下颇在眉睫 宝州团练是杨四 墨州团练是杨延昭 这两名前锋前侠割率本部骑兵 一共六千骑 抢先在辽军到来前赶到杨山西侧 设下埋伏 杨山位于碎城西北二十五里处 与西面的龙山相接 是一个非常好的藏兵之地 很快辽军前锋耶律隆庆的五万大军跨过边界南下而来 杨四杨延昭统领全部骑兵从杨山向下冲锋 六千骑兵自北向南攻击辽军 双方展开搏杀 就在二阳苦战之际 李继轩和秦汉 这两名前锋前侠割率本部军队 分左右两队向杨山赶来 到达赤鲁之后 李继轩将军队驻留在赤鲁 秦汉统帅全部部队继续向杨山前进 当时杨延昭阳四正在拼死阻击 最终因为寡步敌众 一边战斗 一边分头向杨山撤退 辽军分兵进入杨山 攻击撤退到宋军 这场阻击战异常惨烈 在长篇中就非常罕见的记载了 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宋军基层军官的事迹 比如有前镇宝州招书小校谢树 杨广美 齐卵等人冲锋陷阵不顾生死 就在二阳的军队分散向杨山撤退之际 他们仍然依山居险 依靠小谷兵力坚持杀敌 这些壮士边战边骂 直至全部战死 杨延昭和杨四的艰苦阻击成功拖住了辽军 秦汉的军队及时赶到 从南部攻击辽军 此时二阳的残军陆续从阳山撤出 离开战斗序列 阳山被辽军占领 秦汉独自在阳山下与辽军战斗 战损严重 形势十分危急 李继轩得知情况 立即将驻留在赤楼的全部军队调派到前线 李继轩与秦汉和兵 对山下的辽军发起猛攻 在激烈的战斗中 李继轩身先士卒 他的战马被弓箭扎成刺猬 他多次更换做起连续战斗 宋军骑兵大军的英勇战斗 让战场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山下的辽军开始向阳山溃退 李继轩环绕山脚追击逃跑的辽军 宋军从阳山南路一直追击到北路 将辽军全部赶入谋山谷 在这个山谷中宋军大破辽军 山谷之中哭嚎满野 辽军丢盔弃甲向边境逃去 李继轩的骑兵大军一直杀到天黑 才撤兵返回 遂成阳山之战 宋军前前后后杀敌两万余人 辽军损失惨重 宋军斩获辽军的维属大王 统军铁灵 县公等15人的首级 缴获大量的辽军甲马 辽军前锋受挫 辽慎宗杀黑白羊 祭祀天地 之后辽慎宗统领得十余万主力 继续向南行军 10月底 雄州之州合成距 从前宁军挑选精兵 乘坐刀鱼船 沿着戒河而下 走海陆攻击平州 来牵制敌军攻势 10月28日 辽军主力十几万大军跨过边境 绕开铁城威鲁军城 直接前往满城 由于当时天气不好 道路凝硬不堪 辽军抵达满城之后 立即掉头返回 撤出送进 东部河北战事刚结束 李继千再次发兵 攻打灵州 从当年12月 一直到贤平五年3月 李继千围困灵州两个斗月 最终攻下灵州 灵州之州 培济被杀 李继千改灵州为西平府 灵州地处宁夏平原 宁夏平原背靠荷兰山 南北长350里 东西宽80里 黄河贯穿南北 水源充足 土地肥沃 李继千非常喜欢这里 于是决定将首府 从夏州迁到灵州 李继千在这里建立宗庙 组建关牙 李继千在宋辽大战中 不断装大 碎城阳山之战结束之后 辽朝在东部频繁地 对宋朝实施 报复性进攻 辽朝不断侵略宋朝边境 军事规模虽然不大 也没有深入 但是每次都能占点便宜 既干扰了宋军 在边境地区 防御公司的修建 又能打探宋军的军事部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